刚刚与黄晓明举行完世纪婚礼的Angela Baby多年受被证荣案件困扰 北京市长阳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 与律师近日多次建议Baby在公职员监督下 接受权威医疗机构对其面部进行全面检查和鉴定 并将相关报告作为维权证据 虽然不少网民都吐槽法院管得太宽 但Baby最终透过公司回应表示愿意接受鉴定 Baby的回应称确实律师因为举证的需要 我去医院做这个鉴定 请者自清我已经做好鉴定的准备随便查 幼稚不排除去公立三甲医院做面部鉴定 至于鉴定过程是否可以公开 Baby表示欢迎来监督整个过程都可以开放 Baby又指多次因为被诊容而告上法院 未举证报名声 所以律师确实多次建议自己对面部进行全面检查鉴定 去年10月 Baby已经跟北京市长阳区法院交手 控告诊心医院捏造他曾经诊容 要求对方道歉并赔偿50万元 当时Baby代表律师指 Baby愿意在法院及公证人员公证下 到法院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证明除牙齿矫正外 下额及身体其他部位 从未接受过任何诊容手术 不过可能因为Baby实在太忙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履行承诺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 刚刚与黄晓明举行完世纪婚礼的Angela Baby 多年受被证容案件困扰 北京市长阳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 于律师近日多次建议 Baby在公证员监督下 接受权威医疗机构 对其面部进行全面检查和鉴定 并将相关报告作为维权证据 虽然不少网民都吐槽法院管得太宽 但Baby最终透过公司回应 表示愿意接受鉴定 Baby的回应称 确实律师因为举证的需要 我去医院做这个鉴定 请者自清 我已经做好鉴定的准备 随便查 幼稚不排除去公立三甲医院 做面部鉴定 至于鉴定过程是否可以公开 Baby表示 欢迎来监督 整个过程都可以开放 Baby又指 多次因为被诊容而告上法院 未矩阵报名声 所以律师确实多次建议自己 对面部进行全面检查鉴定 去年10月 Baby已经跟北京市长阳区法院交手 控告诊心医院捏造他曾经诊容 要求对方道歉并赔偿50万元 当时Baby代表律师指 Baby愿意在法院及公证人员公证下 到法院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证明除牙齿矫正外 下额及身体其他部位 从未接受过任何诊容手术 不过可能因为Baby实在太忙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履行承诺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